大家好,我是七桃小章 我們今天呢,要講解的是拉胚的教學 那首先呢,先看著我後面的教室 這是我們的陶藝工作教室,來,跟著我走 首先呢,這邊是我們的拉胚機 來,看一下,看一下場景 這是我們的陶藝教室 OK,我們現在馬上進行拉胚的教學 我們拉胚呢,一開始呢,我們在做工作的時候呢 會想先打一個陶藝的底板 在底板上面呢,沾一點點水之後呢 拿上一塊木板,把它黏上去 再開一下,之後呢,拿上我們的陶藝 陶藝呢,大概正中間這邊,用力的丟下去 讓它緊連在檯面上面,也可以再加一下 啟動機器之後呢,雙手請沾點水,再下去磨土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呢,叫定中心點 簡單來講,先把陶藝向下壓下去 之後呢,歪掉的地方會統一在最邊 邊邊,會統一在邊邊 再向氣功的姿勢,從旁邊把我往前面推上來 它就會長高 那我們歪掉的地方呢,會統一在集中在最上方 再利用你的蕾哥這邊,從上往下壓下去 雙手在旁邊,輕易固定幾秒鐘 慢慢離開,我們中心點就完成了 有沒有,上下,左右,都距離在正中間 我們衝一下定中心點 定好中心點之後呢,用兩根大姆哥和平起來變螃蟹的形狀 用這兩根大姆哥呢,從這中心點這中間,向下壓一個東西下去 好,記得要保留一個底喔,不要亂到破洞了 這時候呢,大姆哥要放在中間,由裡面向外拉出來 好,我們就做成一個波的造型了 好,我們就做成一個波的造型了 有沒有看到,裡面是一圈一圈的 好,這是大姆,就在移動人機 大姆就是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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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要拉出來 千萬不要馬上拿出來囉 如果這時候呢,我們要做煙灰缸的勾草 就比一 從正中間呢,看你也想切哪裡 輕輕的,前後前後的,鋸下去 就做,製作煙灰缸的方法 好,接下來呢,我們讓他伸高 伸高呢,用四個手指頭呢,在旁邊,在旁邊 推上來 我們把它貼成一下火山的形狀 之後呢,左手外面扶著他,右手一根盪 兩顆再扣著,輕輕的,由底下向上夾上來 然後慢慢的離開 做成一個茶杯或者鼻桶 那我們拉大杯的方式呢,習慣是用這樣的方式 右手是這樣 左手在裡面 從底下這邊來,先推一圈 之後呢,跟左手一起夾攻他 從最底下慢慢的往上推上來 就可以把更薄的地方推上來囉 然後到嘴狗這邊也是輕輕的離開 我們像螺絲一樣 一圈一圈的轉上來 如果是女生的力氣比較小的話呢 我們建議是 像拿鉛筆的手勢 這樣拿鉛筆的手勢 那左手放裡面 右手呢,像拿鉛筆這樣一圈 慢慢一圈一圈的 從底下繞上來 當然呢,拉高手勢有很多種齁 就看你們個人習慣是哪一種 這個塑膏比較慢一點齁 所以我們慢慢離開 這個是女生拉高的方式 好,那接下來呢 完成一個茶杯或者鼻桶呢 我們要開始變化造型 想變胖的地方呢 手伸到裡面 由裡面輕輕的向來推出來 有沒有,就變胖了 想變瘦的地方呢 可以用這樣兩隻 這個手勢慢慢的 往內推 看你想瘦哪裡都可以喔 好,我們把他慢慢推 推到嘴口很小很小 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好,這個是把嘴口縮小 用這個手勢一直推齁 你嘴口要多小 都是有辦法的 那如果呢,你想看一個嘴口的話呢 就比一 放在嘴口裡面 那如果呢,我這時候想到 做一個倒水的嘴巴 左手比二,右手比一 放這樣 放外面 輕輕的由裡面向來拉出來 這是做一個倒水的嘴巴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海綿 輕輕的 把最後整理一下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 我們的清酒瓶 那我們清酒瓶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做成一個愛心型的 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自己輕輕的設計一下 好,那我們一個清酒瓶就先完成囉 等一下 來,為了呢 不讓作品齁,黏在板子上面 乾燥的時候黏在上面 我們會準備一種這個刀子 叫斜口刀 這個斜口刀呢,轉動幾乎之後在底下 挖了一圈之後呢 還可以 把這個板子拿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做碗 跟盤子的講解 一樣沾點水,把板子黏上去 淘土 淘汰 淘汰 淘汰下去 中間點 直接先淘好 淘汰好中間點之後呢 一樣開口 淘汰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做碗後盤子 所以我們的嘴孔可以留大一點 不要留這麼細長 一樣夾著 向上 好,重點喔 一開始不可以讓它變寬喔 一旦變寬之後你就拉不薄了 所以還是要把它推得有點瘦瘦的 之後呢一樣向上帶上來 好,後保確定OK了 海綿先蒸一段 海綿先蒸一段 我們大概現在變成一個像茶碗蒸的容器 我們把手用乾淨 底四 底四 底四的方式呢 旋轉之後 這時候不要太快慢慢來 摸到最底下之後呢 這個四慢慢的向下 盤下來 慢慢整理一下它的嘴孔 上來整一下嘴孔 好,一個大碗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盤子的話呢 要再給它更爛一點 輕輕的 想一下 想一下 現在是一個比較寬 寬的 不管 好,一個盤子就完成了 一樣要海綿整理一下 那裡面呢 那裡面呢 我們會習慣 如果現在整整理不好的話呢 我們用修盆 好 小編我們下一集會講解到 那呢 現在在外面很流行的一種 我們叫做連葉邊的 連葉邊的一個盤子 好,這也是停下來的時候呢 輕輕熬一下 像一個荷葉 像一個荷葉邊 像一個荷葉邊 像外面非常貴喔 你們不少也可以自己做看看 荷葉邊的 好 我們一樣拿起來也是 吸口刀先放過去一圈 之後呢 拌上來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教學影片 就到這邊 感謝你們觀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